什么是涨幅和震幅呢? 涨幅即是升幅,就是股票的上升幅度 升幅的计算方式就是现价减上一个交易日的收市价 再随上一个交易日的收市价成100% 例如某一只股票的价格上一个交易日的收市价是$100 现价是$110.01,升幅是10.01% 港股和美股就没有升跌幅的限制 香港和美国股市相比起内地A股就是成熟一些 合理一些,而且对世界的行程是比较敏感的 至于股票的振幅就是股票开市之后 当日最高价和最低价之间的差距绝对值 再和沉溺的收市价来做比较的百分率 去到代表了股票价格在当日交易时段当中高低波幅的幅度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股票的活跃程度 如果一只股票的振幅比较小 就代表股票相对会少人留意 如果一只股票的振幅是适中或者比较大 就证明了股份的成交是活跃的 假设有一只股票,昨日的收市价是$10 今天最高升过去上$11,升10% 最低落到$9,跌10% 这样振幅就是20% 振幅是一个很重要的交易资讯 直接反映了好淡双方的交锋激烈程度 如果振幅比较大的话 就说明了好淡双方的分歧加剧 在交易时段当中有激烈的交锋 过大的振幅也代表淡友或者好友 是不再占据明显的优势 结合股价走势基础之上 过大的振幅 很有可能就是提示价格走势会有转势的讯号